另一方面支援救灾的美军直升机 今天持续进行吊挂重机具的作业 预定今天要吊挂两辆小怪手 还有五辆小山猫进入纳玛下乡 不过因为下午天气不好 一整天下来只完成了两辆小山猫的吊挂作业 进度是严重落后 首度来到台湾执行救援任务 出发前美军弟兄展现了台美友谊 台湾加油 台湾加油 全场有13公尺的美军MH-531海龙直升机 吊挂起地面的挖土机 这些抢通灾区的机具 终于可以透过直升机更深入灾区 协助抢通道路 透过了空拍画面 海龙直升机搭载挖土机 飞越惨遭土石流的重灾区 因为台湾湿度和温度都比较高 加上是在山区飞行 海龙直升机刻意保持低速 并在一架MH-60S骑士音直升机支援 载送工兵等技术人员一同进入灾区 在我国军前岛机的带领下 第一天任务要先挺进高雄县的那马下乡 到达那马下乡 灾民准备好了海报 为国军弟兄以及前来援助的美军加油表示感谢 不过接连两天下来 美军受限台湾气候以及地形的限制 不敢贸然吊挂太重的机具 而下午山区的大雨影响 让吊挂进度大受影响 18号送进三辆小型挖土机 19号更只有两辆的小山猫 几乎不到原定计划的一半 20号的吊挂作业能否顺利 仍要是天后的状况决定 记者综合报导